聊两句啊 今天是2022年的4月17号 昨天晚上看到一个新闻 在天津北深区郊野公园发生了一起事故 一个SUV五人发生寡蹭后 滑下了那个永定新河的河堤 而且撞到河边三名正在这个露营的这个市民 最后他掉入了这个永定新河 最终造成了三人当场死亡 五人受伤 现在夏天了 大家都出去露营了 那这个安全就特别的重要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露营的时候特别喜欢临水 临山 因为临水嘛 这个流水缠缠 露营的感觉氛围更浓 而山呢 山高卧为风 风景这边多好 但是恰恰是水和山的边上 容易发生这种露营安全事故 因为我玩风车四年 我真的是见过一些 这样的比较悲惨的事件 当然了 有些是没有发生的 所以大家这方面的意识 其实是比较淡薄的 特别是看一些 是拍房车视频的这些小姑娘啊 特别 其实他们有些时候 露营的一些地方 其实是缺乏安全的 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吧 2019年的时候 我是开车去墨河 从加戈达奇到墨河的这个公路上 那个路特别不好 我们大约跑了五六个小时吧 感觉特别累了 累了就停车 就停在那休息了 停在那个老路的上面休息 当时无知者无畏啊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有一个当地的人敲我窗户 说你不要在这一块停车 因为这个地方经常有山洪 这个路之所以重修 就是因为经常有山洪 把路给撑坏了 而且这个时候就是汛漆 我当时就没有这个概念 虽然我只在那停一晚 遇到这个山洪爆发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一旦遇到之后 这就是一个命令之灾 还有前段时间我们去石渡 去石渡去路营去 跟石渡那边的人也聊 我们路营的那个位置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当时就跟当地的人问了一下 说这个地方的汛漆是什么时候 他说石渡的七月份是汛漆 所以七月份的时候 我一定不要在十度的居马河边这个河潭上露营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意识 因为我们旅行也好 或者露营也好 我们对当地不是特别的了解 特别是我们这些房车的车友 当地的水文情况啊 水什么时候涨潮啊 什么时候有山洪啊 甚至什么时候水库泄洪啊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你开过去了 也没有人知道 可能训练员没发现你的时候 那么危险就来了 我也还曾经看过一个新闻啊 不是一个新闻 是我们在微信群里传的一个是一个车友啊 当然他是床车啊 是露营在水库的下游 人水库那一边 当地的人都已经知道 说每年这个时候水库放水 并且当时巡山员都通知 但是他是连夜赶过去的 觉得那地方不错 在那地方露营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这些车就被冲走了 所以露营生活 是我们对城市生活厌倦了之后 我们去的放松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安全 就是夏季的时候 要注意防水 冬天的时候要注意防火 这两点一定是要非常门清的 就要有这个安全意识 所以在这提出一个建议 就是无论你是在本地城市的周边露营 还是说你开着房车床车 出去这种正常的房车生活 到了一个地方之后 看到这个地方景色非常的漂亮 临水临山 那么最好找一个当地人问问 这个地方的水温条件是怎么样的 了解一下 甚至夸张一点的说 如果人际罕至的地方 比如说有没有野兽出没呀 比如说这个地方会不会有这种伤风爆发呀 那个山体崩塌呀 这些都一定要问问 因为大部分这种景色特别好 原始状态保存比较好的地方 它是有一定风险的 比如这个风险是一定一定风险 发生的几率很低 但一旦发生就会非常非常的严重 第二就是到这个地方露营之后 一定要观察一下可能造成的人为伤害 比如说人际罕至的地方 当地的这个民风啊 这个风土人情啊 习俗啊 就尽量不要破坏人当地的这个习俗 第三点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 这种陌生的环境 露营的时间尽量相对短一点 就是谨小甚微嘛 其实你看我们出去露营也好 还有房车旅行也好 这种方式和在家里比起来 它确实就增加了你遇到风险的一个次数 所以永远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快乐永远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的 特别是带孩子出去 这是我给大家发的友情提示 我也特别期待 有丰富露营经验的人 能够在我的视频下面评论 就是你积累了一些什么经验 怎么样让自己玩的更好 玩的更安全 一个小小的视频起到的作用微不足道 但是确实是真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安全的玩 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视频多转发 多评论 就算我说的内容有限 但是大家看到了这么一个话题 可能多少安全意识会提升一点点 老安在这 拜托大家了 关注老安一起分享房车知识